回来关心的在桃园中立一名成姓的黑道角头 他涉嫌暴力讨债 遭到检调来侦办 更是意外查出来 他竟然狠心打死自己的亲生女儿 还企图毁尸灭姬 甚至还教唆儿子假扮成姐姐来制造他的不在场证明 现在这个狠心的爸爸被法院重判 27年有期徒刑 可爱笑容已经再也看不见 小女孩遭到父亲殴打致死 还惨遭埋尸 现在证明狠心父亲被桃园地检署重判 27年 教唆他的小弟 就共同把他的女儿尸体拿去掩埋 因为他的女儿之事后已经借就学期年龄 那这个时候为了掩饰他女儿没有办法就学 就请人乔装成他的女儿 2009年10月 黑道陈信角头因为6岁女儿不乖乖吃饭 殴打女儿致死 事后怕被发现还试图未造不在场证明 陈信角头唆使儿子戴假发假扮姐姐 到新竹县湖口火车站附近走动 会让店家监视器拍下制造还活着的假象 再有前妻到派出所谎报走失 因为暴力讨债意外被刑事局发现杀害女儿 陈信角头恶劣行径 还不止这些 不但多次猥亵儿子 再加上暴力讨债 一共5项罪名将他重判 27年 恒心痛下毒手的陈信角头 遭到法院制裁 目前小儿子也改由亲戚照顾 但在中午的罪也换不回小女孩 误故的生命 中天新闻黄蜀黄顺扬 桃源参观报道